哈囉 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個 我前陣子在網路上看到的 Jobside 批圖事件 Jobside 來自美國 他是一位非常有名氣的健體運動員 不論在國內外 都有不少人把他當成健身榜樣 儘管Jobside已經把自己的身形練到非常完美了 但是還是被不少網友指出 他會在自己的相片上面動一些手腳 不外乎就是把自己的肌肉批的大一點 把自己的線條批得更加的明顯 在很早大約2016年之前 那個時候手機的修圖軟體 還不是那麼普及的時候 基本上如果你想要修圖 就是要進電腦 用Adobe出的Photoshop來做影像處理 那個時候國外都會稱之修圖的句句為 Adobe Games 或者是Photoshop Games 那Jobside也不意外的 被冠上了Adobe Games的稱號 回到今天要跟大家聊了 Jobside最著名的P圖事件 澳大利亞泳池P圖事件 故事是發生在2015年的澳洲 那這一年Jobside的好朋友 同樣是練得非常好的健體運動員 Jobside 他邀請了Jobside到澳洲遊玩 過程中他們陸陸續續拍下了不少的快樂遊玩畫面 其中最具爭議的就是這張 Jobside與Jobside等人泡在泳池中的畫面 左邊這張是Jobside 2015年10月26日發布在IG的照片 右邊這張則是Jobside在11週之後發布在自己社群的照片 這兩張照片放在一起看的話 其實很難發現當中有什麼不同之處 但是如果把這兩張照片重疊在一起來看的話 交叉比對你就會發現 Jobside的肩膀、二頭、三頭、胸肌 怎麼明顯好像有變大的形狀 而他的朋友Jobside斜方肌有明顯的縮水現象 這個時候就有很多人跳出來踏罰Jobside說 這個人怎麼那麼無恥啊 把自己劈大就算了 你還是把自己的朋友肌肉劈到縮水到底是怎麼樣 那我自己當下在看完這兩張照片比對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也是 這也太好笑了吧 你把自己劈壯就算了 你還把自己的朋友肌肉劈到縮水 來凸顯自己好像更壯這樣 那你就母湯欸 但是我當下又很納悶一件事情就是 Jobside他跟Jobside的距離這麼遠 為什麼沒事要先去把Jobside劈小 而不是從離Jeff比較近的這位人兄開始劈呢 於是我開始想會不會事情另有蹊蹺呢 如果今天是Jobside先發布這張照片的話 然後之後Jobside才發布同樣的照片 那會不會結果就會變成說 Jobside把自己的斜方劈大就算了 為什麼還要去把Jeff的肌肉都劈縮水呢 那有沒有可能這才是這件事情的真相 但其實我覺得最有可能就是 他們兩位在活動當天都拿到這張照片的原圖 那他們只是回家各自在發布前把自己劈壯而已 Trust Bro可能對自己的斜方劈比較沒有信心 所以他在上傳IG之前把自己的斜方劈大 而Jobside也在發布前為了想讓自己看起來更壯一點 就把自己的身形整個劈壯 所以這兩張照片交叉比例才會變成說 欸怎麼一個變壯一個變瘦 那會不會把這個斜方劈比較小的Trust Bro 跟這個比較瘦一點的Jobside 合在一起才是這張照片的原貌 那這個呢就是我自己想到最有可能的一個結果 畢竟我們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缺點的人 儘管在他人的眼中就覺得這兩位已經鋸得猛的跟一頭牛一樣了 但他們卻還是覺得自己哪裡不夠完美 其實呢這就像螢幕前的你跟螢幕裡面的我一樣 總是覺得自己有一些地方自己覺得不滿意 那我今天要談到的重點呢 其實已經不是修不修圖的問題了 而是這張照片背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Jobside把自己劈壯呢 還把他的朋友Trust Bro 劈壽 還是Trust Bro 把自己劈壯呢 還把Jobside 劈壽 又或者其實是他們兩個在上傳之前呢 單純把自己劈壯呢 那真相到底是什麼 也許真相只有他們兩個自己知道 喔 你現在是X調查上身嗎 欸 概調查 G調查 G調查怎麼聽起來怪怪的 好像在調查一些很不懂的 喂 那講真的其實在這個社群平台 發達的時代呢 別說是網紅了 有不少人在上傳自己照片之前 也都是會東調一下西調一下 那小則呢 IG內建裡面動個光影 對比調個結構啊 然後再套個濾鏡 那大則呢 進修圖軟體裡面 可能遮瑕 去斑 遮個黑眼圈啊 然後異化動一下外型 還有一些人會用個增高把自己拉高 那你有修圖嗎 修 怎麼不修 像我自己這個髮際線比較高一點 然後顴骨比較凸啊 看起來臉頰凹陷啊 還有這個黑眼圈 因為過敏的關係 所以也是蠻重的 所以在上傳前啊 我都會用修圖軟體 然後遮瑕一下缺點 像這個 來異化一下自己臉的輪廓 然後拉一下這個頭髮 濃密度 來讓自己看起來年輕一點 這一點遮瑕 喔喔這個這個 二頭肌這個 痘痘有沒有 來遮瑕把它遮一下 遮瑕 然後 調一下光影比對比 最重要的來了 喔 來 進IG的時候 它有一個很強的 功能叫做結構 丟進來之後 我會動一下結構 來讓自己的肌肉線條 看起來更強 喔好距離 喔 看一下這個二頭肌 那我自己呢 是廣告設計科出身的 所以Photoshop的技術呢 我自己也是還不錯 所以在自己修圖啊 或是看別人的照片的時候 都會注意非常 非常細微 非常小的細節 那我覺得這也算是一種 職業病吧 我在網路上啊 看到那些很距離的男生 或是那種 屁股很好看的女生啊 或者是一些 可能 胸很大啊 腰很細啊 那線條練得很強的 男生或女生呢 我都會 把它 放大來看一下 看一下背景有沒有什麼 因為修圖又產生不協調的地方 可能窗戶框啊 深蹲架等等 你看 像這一張 有沒有 這個手臂修到後面的槓片 都已經變形了 還有這個 你看 這個 因為增高效果呢 後面的啞鈴 仔細看 都已經變成橢圓形的 這個 哇 然後還有有些人啊 他也是有這種增高效果 然後導致後面可能 樓梯某幾階 會特別的長 或是地板的正方形 也變形之類的 這個有時候不仔細看 你根本就不會發現 對 但是有時候呢 仔細一看 你會真的發現 還蠻多細節 真的 看起來好像怪怪 那有些就是 看不出來的照片呢 那到底是 他真的沒修呢 還是修圖技術 已經到達一個高點呢 也許真相 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們女郵居調查 嘿嘿 要調查什麼 很難的 好啦 不說別人了 總之呢 我自己呢 在上傳照片之前呢 就是 多少還是會 小修一下 畢竟就是想讓自己看起來 更加的完美一點嘛 不過呢 影片 就真的是 原汁原味了 那個要修起來的話 一秒鐘要修三十張 那真的 真的要花太多時間了 那真的沒有辦法 現在的社群軟體呢 越來越發達 那拍照以及影像後製 處理的門檻呢 也越來越低 人手一支拍照手機 那修圖軟體呢 以及美拍相機 已經變成大家 必備的APP之一了 那社群平台呢 是你自己的 你要怎麼修 怎麼調整 上傳 讓自己更有自信 更開心呢 我是覺得 無傷大雅 但是呢 也不要去做一些 欺騙別人的舉動啊 像是有些人把自己修到 根本就完全不像自己的 然後到網路上呢 去騙別人的感情啊 騙別人的金錢啊 哇 這個就真的很不OK了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大家覺得 Jeffside的照片背後 真相到底是什麼呢 是不是就如我說的那樣 還是有一些 不同的可能性 可能我沒想到的 都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告訴我 我是劍蓋 下次見 掰掰 下次見 下次見